向尿门 二妹 这京城的气象还真是不一样 有好多东西 连我都没见过 这里的镇子比普通街道 多上好几倍 每一条都这么热闹 我都看花眼了 说不定啊 还能碰到咱们想见的人 你是说紫衣 不可能吧 那也太强了吧 大哥 唐人 唐人来 唐人了啊 二妹 你喜欢这个 拿着吧 给 东西 就几点吃 是非让我们来京城是办事的 师姐 这你就不对了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京城 又好不容易碰上师傅 给福建制品出过来 我还不能好好地吃一吃逛一逛啊 师姐 我觉得你变了 那变了吗 我也说不上来 但自从你偷偷下山之后 再见到你 你就变了 别胡说 我没有胡说 你自己知道的 你以前什么都跟我说 现在不但什么都不说了 而且还独自一个人坐着发呆 魂不守舍 师姐 你喜欢这个 我给你买开来吧 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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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好 好 编剧 姑娘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试一下 整天苦着脸皱着眉 都快成关老爷了 二伯让下来 二伯让下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 京城的公子 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就敢追着人家姑娘四处跑吗 抱歉 姑娘 我 我认错人了 二位客官回来了 二位的麻已经喂好了 二位需要用饭吗 好 给我们来二斤草料 我大哥累了 把韭菜送到房里吧 好 得嘞 大哥 你要的这些草料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 草料 一时说错了话 让二妹见笑了 对我说错话有什么要紧 认错了别的姑娘 才有小心人家怪罪你 二妹 你相信吗 在杂耍卖鱼那儿 我见到的真的是她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然信你 如果一个姑娘想躲着你 那躲你的办法就有千百种 躲我 难道是因为当时她拦着我不让我杀凤天南 我跟她出手相下 所以她到现在心里还在怪我 大哥 当日在苗大夏家里 她亲口承认她杀害了你的父母 你为什么也没能对她下手 我 你没法下手是不想趁人之威 欺负苗大侠眼瞎 还有更多的原因 吃吧 袁姑娘拦着你 大概是心里有什么苦衷吧 她拦着我 我不怨她 她躲我我也不怪她 可是她要是有什么苦衷 不应该当面跟我说清楚吗 大哥 你这样念着她 想着她 你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希望如此吧 你这样念着她 我让你再想着她 我保佳 你这样念着她 你看她 你看她 让她 坐在这儿想什么呢 师姐 我知道了 你在想今天在集市上碰见那个小子 对不对 你们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这次下山认识的 你去了佛山这么久 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对不对 对你个头 如果只是江湖上相熟的朋友 见了面打个招呼便是 你不仅对他避而不见 还让我换了你的衣服 让他以为自己认错了人 如此地处心积虑大费周章 师姐 你跟他 是不是有什么说不得的秘密 别胡说 我们现在身处京城 四周而不重多 我只是不想多生事的 反正我就是觉得 你们两个关系不一般 不知道他为什么也来了京城 身边好像还有一个姑娘 你说这姑娘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师姐啊 要不我去替你打听打听 不许去 师父让你守在这儿 是有要紧的事要办 你不好好办事 误了师父的打击 看你怎么和他交代 不去就不去 反正我又不着急 某些人哪 就把心事放在肚子里 自己偷偷难过吧 嘿 堂掌门 凤掌门 两位大人 这下有礼了 深夜到访 抛着二位掌门歇息了 近日 我家老三 在城内 发现了凤掌门要找的那个人 所以 特来禀告一声 他真的来了 千真万确 不会有错 我跟了他一路 我亲眼看到他进入一家客栈 估计啊 是要在京城盘缓一阵子了 他过来还是来了 凤掌门不要着急 那日我们和几位大人不是商量好了吗 只要是这小子一进京城 保管任由我们摆布 到时候 你跟他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凤我之事 就仰掌三位大人了 好说